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乌军乞海特集 反攻第一炮大获全盛 大家好 欢迎收看国际新闻眼 我是李清源 最近中共派大批农馆下乡执法 网络上很多影片曝光农馆队的恶痕 他们捉鸡抢 斩树摧毁农作物 掘地毁田 深门搭户 引发鱼卵花言 有分析指出 中共预估农村可能将会掀起大风浪 因此派农馆提前执行为找工作 但事实上中共在作死 作家颜纯欧表示 农馆所到之处寸草不生 中共之前没有大规模派农馆到农村 是因为农村的壮努力都到城市打工 剩下的老人家和儿童即使遭遇不公 也都没有能力反抗 不会造成社会动乱 但今年年初之后发生本质改变 大批失业的农民工被迫回乡 政府无力安置 它们已经早在山空 面临困境 这帮农民工早就习惯了城市生活 不适应乡村生活 现在突然收入枯竭 看不到前景 对政府怨气冲天 于是在中国广大农村里面 就积聚了可怕的政治反抗能量 中共甚至未来农村形势空险 方方茫茫地派农馆来监督 和打压乡村反抗的先头部队 另外就如影片所见 农馆将山修整成要种粮食的整齐梯田 而种粮食就是习近平继承老母 被战备方的战略 但因为担心农食供应 才突然下令退流还间 但是土地受限于地理和气象条件 怎么改造都没办法种水道 山上有没有活水 种不成庄家 这些都是农馆和村干部做的蠢事 浪费资源害了百姓 盐纯欧认为中共搞这么多事 就是想逼到农民走上绝路 习近平要解决社会矛盾 但又挑动抵层人民的仇恨 面对社会不满情绪 中共是采取暴力振押的惯忌 好像农馆滥用职权 无恶不作 结果是民不聊生 都是等着一次种清算 农民都明白了最终出路 是推翻这个无人性的独裁政权 中共近年不同的政策互相打架 各级政府招头难押 凤子乱搞 现在问题成堆 都不知道怎么收科 中国普遍呈现一种末世景象 民怨沸腾 社会动荡 政府失去了公信力和权威 只可以说中共是越作越死 中共对台湾的威胁迫在眉睫 令美国总统拜登四次公开表态 如果中共对台动武 美国将会介入 有专家分析 如果中美爆发战争 美国是有实力将中国沿海城市打到烂杀的 观察人士就认为 居然美日等国都会卷入战争 日前中国军事专家大育指出 美国目前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实力集中在第一岛链 最靠近中国的是位于日韩的美军基地 当中美爆发战争 这两地驻执的美军将会第一时间进攻中国 大育认为 驻执在日韩的美军虽然人数上远远不及冠军 但美国和盟友缔结了共同防御条约 美军可能直接指挥日韩两国的军队 来同共军作战 如果这样 美军极有可能利用日韩的水面舰艇 来作为美军第七舰队的补充 进攻中国沿海地区 直次消耗中共反舰导弹 大育强调 中国沿海地区和韩美军基地的距离很近 美国能由本土空运中短程导弹 到日韩美军基地的发射阵地 针对中国沿海地区做饱和式打击 大育变相承认 中共反倒系统 没有办法拦截美国导弹和南载导弹的饱和式打击 没有办法保护沿海城市 另外 《华尔加日报》24号报道说 为了应对可能爆发的台海冲突 美军正在台湾以南 大概超过100英里的菲律宾巴斯科岛上面作准备 军演重心在于防卫战略 然后巴士海峡 而这个是美飞有史以来 最大规模的兼兵兼联合军事演习的一部分 这场军演参演兵力超过17500人 并首次涵盖了菲律宾北部地区的防御 菲律宾前陆军副参谋长 退役少将巴迪亚直言 今次军演释出的讯号包括 在台湾以南区域活动的中共军舰恐怕将会被击沉 导致共军兴包围或入侵台湾的作战上变得更加困难 据悉 韩国总统韩石月4月24日赴美进行国事访问 菲律宾总统小马可士就会在5月1日抵达华府和拜登会谈 开家认为美国正在效仿不弱模式围堵中共 据悉 韩石月与拜登会面探讨的核心议题是 韩美经济安全合作 以及加强对朝鲜实打实的威胁 也有消息指 美方希望可以与韩国联手 在政变方面围堵中共 这个都令韩石月访美之旅被受不见关注 另外小马可士24日表示 由于区域情勢持续升温 5月1日 他与拜登会面具体商讨 美非共同防御条约要调整什么内容 白宫就表示 今次会谈将他重新美国捍卫菲律宾的坚定承诺 值得关注的是 4月22日 中共外长秦刚和小马可士 以及非外长举行了会谈 秦刚说 中方愿意与菲律宾合作 解决在南海的分歧 彭博社指 这个表明北京想削弱美国在菲律宾的影响力 中共希望加强与菲律宾的关系 有观点认为 韩国访问美国 菲律宾总统访美 这个都显示了 由东南亚去到南海 印太地区的阵营对持态势逐渐明显 至2022年以来 美国明显增加了 在印太地区的外交 经济 军事的投入 美国正在效仿北约模式 同日澳、韩非等商户结盟对中共进行围堵 打造印太区域的一体化威胁 而俄乌战的爆发趋化了这个趋势 北约都正在加入印太地区的战略 2022年 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四国领导人首次受邀参加北约峰会 据分析 这个意味着美国正在形成印太不约化 和不约印太化的战略态势 藉此来围堵中共 4月24日 英国国会跨党派香港小组发表报告 呼吁英国政府施压中共 释放黎智英 并且对拘捕黎智英的相关人员实施制裁 包括特首李家超 一份关于黎智英和香港媒体自由的报告认为 《国安法》是导致香港新闻自由变差的元凶 黎智英和他创办的《苹果日报》遭到该法例的迫害 据悉 2020年7月《国安法》生效之后 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和他创办的《苹果日报》 被控多项不实罪名 黎智英单独被控 串谋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 及 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 2021年黎智英被捕之后 香港政府下令冻结苹果公司的银行户口 直接迫使《苹果日报》停运 英国国会报告表示 《国安法》被用来压杀媒体 针对记者 粉碎了香港的言论自由和媒体多元化 虽然香港仍然有一些独立媒体在运作 但大多数已经被清洗 很多传媒人由于害怕当局报复 而无法自由报道和政治民主有关的话题 报告呼吁英国政府施压 释放黎智英并对拘捕黎智英的相关个人实施制裁 包括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 25日特区政府发表谴责公告 对英国国会跨党派香港小组报告 表达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有网民嘲笑政府公告指 无论政府怎样长篇大论都没人看 口气和中共外交部一样 战狼上身 还有留言耶鱼说 香港的确有言论自由 每人一次机会 港元就坐牢 而且没有地域限制 无论你身在何处 一返到香港就被捕 这个政府口颜无耻 以为说谎可以骗全世界 结果是自欺欺人 只有那些亲共人士才会信 还有网友出谋划策话 不如政府身体力行退出世贸义事抗议 或者对英联邦宣战 不要拖 不要等 立刻行动 俄乌战争爆发之后 黑海不时爆发无人舰机战 4月24日凌晨 乌军特杀塞亚斯托波尔 随后遭到驻地的黑海舰队全力回击 俄乌军队再次在黑海爆发对战 当地目前已经进入了战斗戒备状态 另外有消息指出 乌军将会在4月30日正式展开全面的大反攻 塞亚斯托波尔市长近日表示 乌军的襲击大概在凌晨3点半左右开始的 虽然有无人舰来襲击 但因为在外停泊场的时候就被拦截了 所以并未造成破坏 俄军摧毁一艘乌军无人舰 另外有一艘无人舰是自己爆炸的 为了由根源上跟随俄军带来的导弹威胁 乌军这次直接攻击巡航导弹的发射平台 但是不是重创了乌海艦队 还要看回乌克兰军方后续给出的消息 如此同时 乌克兰在过去10天没有发布关于扎波罗热地区的消息 外界认为 乌军将会在该区展开反攻 因为那里才能将俄军占领的克里米亚半岛和俄国领土分开 外界还推测 乌军的春季攻势会等到4月30日 也就是说等到乌冬地面不准一片零零的时候 才会正式展开 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 上星期表示 乌军不会公开行动 只有在最终目标实现之后 外界才可能取得消息 另外专门发布俄乌战争最新战况的推特帐户 Lue 25号发文表示 乌军已经攻下了帝聂伯河东案 网友留言表示支持 乌克兰会获得胜利并且得到自由 乌克兰加油 以上是今天全部的内容 多谢你的关注 我们明天见